一幅地皮升得上為地王 除了價格不非之外 當然本身的條件都要得天獨口 就好像這一幅位於鴨利洲的臨海地皮 在2017年由龍光地產和合景泰富合作 以超過168億元投得 每方呎樓面地價超過22000元 打破當時香港赤價紀錄 成為最貴地王 南區鴨利洲四面環海 普遍的住宅都有海景圍盤 尤其近年的新盤 定位大多屬於高端的項目 令到這區已經晉身為新興的豪宅區 加上鴨利洲距離中環等核心的商業區 都是20分鐘的車程左右 而自港鐵南港島線通車之後 鴨利洲對外的交通更全面升級 再配合社區的完善配討 區內的物業升值潛力不容忽視 當中未來的黃竹坑站上蓋的住宅項目 和鴨利洲的住宅項目發展 都會有助區內的大動提升 區內普遍的新款大概8至10年之間 升值已經有4至8成不等 尤其以當中深灣9號也有一些二手的住宅單位 破了4萬元赤價的紀錄 所以有地王的誕生也不足為期 另外政府近年有重點發展港島南區 資政報告建議推行約動港島南的計劃 把南區打造成充滿活力 適合工作、居住、創意和消閒玩樂的地區 鴨利洲就自然可以受惠 海穴就是坐落鴨利洲尼南道66號這幅地王上面 項目由6棟住宅大樓組成 合共提供295伙 間隔由3房商套至4房4套 令設特色護形 標準分層戶實用面積大約1393至3635方尺 兼且享有無敵大海景 海穴的生活配套亦相當完善 如果選擇開車 由樓盤開到香港仔隧道和紅磡海底隧道口 都是5至10分鐘車程 由海穴步行到港鐵海宜半島站都是10分鐘 搭4個站就去到金鐘站 而且來南道和海宜半島公共運輸交匯處 亦有巴士、小巴、來往香港仔、黃竹坑、銅鑼灣 和九龍鑽石山等多個地方 至於日常購物 住客就更加得心應手 單單樓盤附近 過條馬路就去到新海宜廣場 裏面有近100間店舖 混雜名牌時裝Outlet 以及加飾用品店等等 而不夠喉 還可以去數碼港商場 都是15分鐘車程 想親民一點 走10分鐘就去到海宜半島的商場和街市 走遠一點去鴨利洲大街又可以 又或者再轉去南區最大型的休閒購物熱點 香港仔中心商場 亦都相當方便 總言之買菜 逛街 看戲、食飯應有盡有 少閒活動方面 除了可以享用背鎖的豪華設施之外 還可以享受南區獨有的風情 南區好山又好水 大部分天然環境都得以保存 當中包括風景宜人的海灘和郊野公園 好像深水灣和淺水灣 而在香港仔和赤柱一帶 都有一些居民仍然保留傳統風俗 其中香港仔魚市場和避風塘 更富有漁村的特色 而位於南區的海洋公園 更是享負成名的主題樂園 除此之外 南區還混集多間升級私人會所 當眾向串區樂部和深灣遊艇會 入樓盤開車過去都是7至8分鐘 樓盤亦都鄰近多間著名國際學校 直資同私立名校 好像新加坡國際學校 加拿大國際學校 宏立國際學校 以及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等等 至於觀進校網 小學屬於18校網 中學就是南區 東網財經記者李慧珊報道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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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